谁才是詹姆斯的终结者,并非杜兰特,数据告诉你答案在今年的总决赛中,可以说最大的看点,就是詹姆斯对阵勇士的四巨头,骑士队要想在此轮系列赛中赢得比赛,詹姆斯的发挥至关重要,詹姆斯在G1比赛中,詹姆斯以超神的发挥砍下51分,如果不是G2在最后时刻的愣神,骑士队很有可能就获得这场胜利, 所以对于勇士队而言,防守詹姆斯就是球队中的头等大势,在勇士阵容中不乏防守汉将,格林,杜兰特,汤普森都是非常不错的防守者,那么在防守詹姆斯这一点上,究竟谁才是詹姆斯的最佳人选呢? 在过去的两场比赛中,勇士队防守詹姆斯时间最多的是杜兰特,G1,杜兰特,50%,格林,10%,鲁尼,10%,库里,7%,利文斯顿,7%,G2,杜兰特,38%,格林,28%,库里,10%,贝尔,7%, 虽然杜兰特防守詹姆斯的时间最久,但是在杜兰特防守时,詹姆斯的效率很高,投篮23投15中,能得到43分外加8次助攻。 杜兰特和詹姆斯据统计,当杜兰特防守詹姆斯时,骑士进攻效率为127.6%,当格林防守詹姆斯时,骑士进攻效率为100%,当勇士其他队员防守詹姆斯时,骑士进攻效率为106.3%,格林从数据看得出来,勇士队中防守詹姆斯,最好的球员是格林,就是那个又黑又硬的格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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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